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翼 我們現在打一下全新的地獄集 編制法典的密閒 那這邊帶大家用咒術的一趴大獎 五條老師來通關 那因為關卡有回復點倒 所以這邊幫我帶一隻水屋 那我帶的是異轉後的煉化型態 這個也是最推薦的解法啦 因為第二關就有回復點倒 所以我們必須讓他跳得快一點 好 那講到異轉 記得確保說你帶的卡跟我是一模一樣 包括左上角的屬性框 你先看一下你的水屋跟我長得一模一樣 因為近期真的有觀眾朋友會搞不清楚 是潛能解放還是異空轉身的型態這樣子 那帶的是異轉煉化後的水屋 對 這個稍微確認一下 然後龍科的部分就幫我帶上蛋糕 好 那除此之外呢 我們會用到五條老師的這個-CD羈絆 所以你要至少曾經擁有過七海劍人喔 好 那如果隊伍跟龍科配置 包括等級突破的部分 有沒看清楚可以按暫停稍微再看一下 剩下我們就是邊打邊講解囉 好 來 第一關 好 第一關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抓著五條老師角色珠標手銷 然後轉個基礎至少5C 讓五條老師可以觸發一個雙重-CD 好 這個是第一回合 好 來 接著第二回合呢 我們做一次一模一樣的事情 好 因為第一下打過來是miss 所以第二回合我們還可以這樣做 好 那第三回合這邊我們就把五條老師打開 好 然後盡可能不要破壞到第一直行的暗珠 如果真的破壞到也沒有關係啦 等一下還有其他解法 因為紅綠燈好像也不是 好像也不是玩家可以決定的 不是說不破壞就不破壞 好 接著來到二血 如果你帶的水屋跟我是一模一樣 然後也有帶上蛋糕 或者是進場減一CD龍科的話 這邊就可以直接開了 因為這邊就馬上有回復顛倒 好 來 接著我們開五條老師 好 然後直接送給他 好 來 這邊直接帶走 沒問題 好 接著來到第二關 好 第二關這邊的話 我們就開五條老師隔開木珠 那如果你剛剛是破壞到第一直行的暗的話 這邊就改開虎杖 然後一樣隔開木 我們可以轉直行稍微吃個昇華 啊 五條老師還在 當然就開五條老師 然後去把木珠隔開來就可以了 OK 來 這邊帶過去 沒問題 來 接著來到第三關 好 第三關這邊要消二十顆星珠 我們先開浮黑會點右上角的魂 好 然後這邊去把十顆星消到 好 這個是第一回合 好 都沒有天降任何的星珠喔 那第一回合就是十星 好 接著第二回合呢 我們開虎杖 那一樣齁 都沒有任何天降的情況下 就是九星 此時此刻是累積十九顆齁 喔 他幫我天降三顆星 好 那這時候非常好 劇本寫的是穩定版本 然後影片遇到的是衰小版本 所以你就選擇一個 你的狀況去做參考 好 衰小版本是什麼呢 就是你的水屋齁 在二血的時候會被複消掉 如果剛剛沒有天降星的話 一血的第三回合可以關掉 那當然就沒有複消的問題 好 那現在複消了怎麼辦 沒關係 我們先繼續偷回合 這邊要偷到浮黑會跳回來 因為要轉兩組按十字 只能靠浮黑會喔 好 那因為剛剛一血啦 你是天降過的 所以這邊第一下打過來還是miss 那如果剛剛一血是沒有天降的話 這邊會被挨一下 不過打過來只有16萬 我們挨得住 所以不用擔心 然後你被打的同時 浮黑會也跳回來 你就可以繼續照著文字劇本走了齁 好 那這邊我就繼續偷 好 那浮黑會跳回來的時候呢 這邊我們就直接開五條老師 好 然後我們開浮黑會 然後點那個魂齁 好 然後我們去把兩組按十字轉到位就可以了 那個暗珠一定有十顆 所以你就直接去把他轉到位 不多也不少 就將將好十顆齁 所以你就直接去 符合他要的東西就好了 好 OK 好 那當然一樣可以至少轉個5C啦 這樣子技能輪轉的那個順序才會一模一樣齁 好 來這邊就直接帶走 沒問題 好 接著來到第四關 好 第四關這邊的話呢 可以開虎杖 也可以開五條老師就看你 反正只要縱術師開招他就直接解掉隱身了齁 好 那我這邊開的是五條老師 好 這邊就帶過去 沒問題 好 接著來到第五關 好 第五關這邊第一回合我們可以先開虎杖 然後開虎杖的話呢 我們可以稍微轉個直行吃個昇華 沒關係齁 好 這邊先帶走一半 來 接著另外一半的話呢 就交給五條老師了 OK 好 這邊帶過去 沒問題 好 接著二血這邊的話呢 我們可以直接先把那個五條老師打開 好 來 接著我們開領域展開 好 然後這邊的話呢 我們補一個丁奇野牆威 讓他去繼承一下傷害 因為下一關有著熱地齁 好 那這個版面可能不是那麼漂亮啦 因為你的炸板就被凝結出影響 不過沒關係 我們就是盡可能把C數拉高 讓丁奇可以繼承的傷害越多越好喔 OK 來 這邊一樣帶過去 沒問題 好 接著來到第六關 好 那我跟各位講一件事情齁 如果你遇到的是倒霉劇本 水屋剛剛在那個二血被復銷掉了 這邊又會剛好升下1 所以換言之 進到王1 有回復顛倒的時候 水屋剛好又可以馬上跳起來 所以不管文字劇本還是影片的倒霉劇本都可以過 都可以過 都供各位做參考這樣子齁 好 來 接著來到第六關 這邊是14C的灼熱地 那如果你怕14C不夠的話那怎麼辦 領域展開 第二次 這樣子的話 就直接加25C上去了齁 好 那剛剛丁奇野牆威有繼承傷害啦 所以這邊的話我們就直接送給他就可以了 你可以稍微避開一下灼熱地齁 好 來 這邊就直接帶走喔 沒問題 好 接著就來到王1 好 那王1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把水屋打開 因為有回復顛倒齁 好 來 接著這邊的話呢 我們把那個五條老師打開 好 然後就直接送給他就可以了 好 來 這邊帶走 沒問題 來 接著來到二血喔 那二血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開五條老師 然後轉數字23 這個大家應該再熟悉不過了齁 就是水珠往右往上 就是數字23了 好啦 那以上這邊的話呢 是咒術的一趴大獎 五條老師過這個全新地獄 給各位稍微做一個參考喔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就下一部影片再會啦 掰補